女友为了跟小姐妹攀比 缠着我让我给她打游戏国标 我身心俱疲给她拿到标后 她却背地里说工具人而已 打游戏好有屁用 能当饭吃 然而 随后我就在游戏群里 看到她为了勾打别人发的不雅照 后来 我靠自己成了电竞冠军 年入千万 本来羡慕杀驴 把我拉黑的前女友 给我发了一条消息 还在不 臭宝 月初 女友柳如烟在朋友圈里 晒了一张游戏国标的截图 作为这个国标背后的男人 我刚想给她点赞 却看到一条评论 牛蛙 牛蛙 是男朋友给你打的吗 真羡慕呀 然而 柳如烟秒回 工具人而已 打游戏好有屁用 能当饭吃 我整个人如坠冰酷 看着那金灿灿的大国标 只有我知道这个国标背后 无数的至暗时刻 两个月前 柳如烟就缠着我 让我给她打国标 我闺蜜小美她男朋友 刚给她打的手标 金灿灿的 真好看 你看看人家男朋友 我比她漂亮 身材也比她好 凭啥她有都我没有 她都有省标了 我怎么说 也得有个国标吧 而且得是大国标 就要摇的大国标吧 好看 虽然我打游戏有点小天赋 可偏偏 我是个打野玩家 柳如烟非让我给她 打挂件英雄的国标 柳如烟开始软磨硬泡 见我还是有些犹豫 她便拿分手威胁 林志豪 别人男朋友都能打 怎么救你不行 这一点小事都不愿意做 你根本不爱我 不打就分手 是我看错了你 没办法 我只好硬着头皮答应 我要了柳如烟的账号密码 上号 一登录 我发现柳如烟的好友列表里 全都是一众黑白动漫头像 不过 我当时也没多想 直接就开始游戏 一开始 还挺顺利的 我用我擅长的打野英雄 把巅峰分数 达到了2100分 然而 之后噩梦就开始了 很多高分段的队友 一看我拿出个混子英雄 直接摆烂 结果一个星期后 分数从2100 反向掉到了1900 一点游戏体验都没有就算了 我的心态也崩了 柳如烟知道后 立马急眼了 让你打个标 这么简单的事都做不好 故意搞我心态对吧 你上个赛季的2400分 是你自己打的吗 不会是托摩找了带练吧 真是又菜又虚荣 你比小美男朋友差远了 我耐着性子跟他解释 宝宝 你要打的这个英雄 没啥操作空间 上限不高 我也没办法呀 有一说一 这个英雄挺依赖队友的 上分比较看运气 文言 柳如烟更加不乐意了 林志豪 你不要自己菜 就甩锅给英雄 搞英雄骑士 没有菜的英雄 只有菜的召唤师 懂吗 哪里上限不高了 有的时候找找自己原因 这么多年了 技术还没提高 有没有认真打 我看着连钻石段位 都要我开小号戴上去的柳如烟 终是选择了沉默 我只好硬着头皮接着打 不过这次 我改变了战术 我把头像换成了一个白丝妹妹 ID改成了再凶人家哭哭 每当进入游戏 可以带带我吗 这把赢了 给哥哥看腿哦 人家要做哥哥的小跟班 一定会保护好哥哥打 没想到 节目效果满分 我只能说 还是男人最懂男人 于是 接下来的巅峰赛 哥哥们在操作 我就夹着嗓子 用伪娘音给他们加油打气 就这样 连滚带爬的 月末我给柳如烟的号 打上了国榜第六 眼看国标就要到手 柳如烟高兴极了 老公 你最厉害了 爱你哦 我心里也很开心 只要柳如烟高兴 我也高兴 月底最后一天 眼看比国榜第十名高了 将近一千分 正值考试周 我就没有熬夜首榜 然而第二天 变天了 被偷榜了 定榜国服第十一名 柳如烟知道之后 直接气疯了 上来就给我一耳瓜子 林志豪 你看看你干的好事 怎么到手的标 还能给我整没了 马上期末考试了 我想复习 就没熬夜首榜 我吃痛的捂着脸回答 林志豪 在你心里 破考试比我还重要吗 可是我因为这个月 基本都在熬夜 给柳如烟打标 已经挂了好几课了 再不复习 恐怕要被退学了 柳如烟仍旧不依不饶 林志豪 你这个月必须给我拿到标 不然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懂吗 于是寒假里 我只好白天打工 晚上继续熬夜 给柳如烟打国标 虽然过程仍旧十分痛苦 但是吸取了上个月的经验教训 我最终还是帮柳如烟 拿下了这枚 他心心念念的大国标 回过神来 我看到我之前 家的国服游戏群 异常热闹 点进群聊 有个群昵称是国服老虎的人 发了一张柳如烟的游戏主页截图 这女的 你们谁认识 之前为了白嫖 让我给她打标 花样可真不少 一天到晚 哥哥 哥哥的叫 还给我发各种骚照 接着我就看到了 各种柳如烟的照片 有高屁到我差点认不出来 是她的锥子脸照片 还有各种各样的腿照 甚至还有一张 柳如烟穿着兔女郎COS服 腿上是若隐若现的白丝 她趴在床上 露出一对双马尾 即便在纯爱战神 我也知道 这张图片的意味 这女的还想跟我撩骚 结果一连麦 声音跟张飞似的 直接给我下软了 这一标 也不知道是哪个绿毛鬼给她打的 紧接着 群里是各种刺眼的哄堂大笑 这龟男可真有意思 殊不知这女的都被玩烂了 就她还当个宝 纯手打混子英雄 有这功夫 接个单子都能赚几万了 嘖嘖嘖 不知道哪里来的纯情大男孩 看到这些嘲笑 我攥紧了拳头 感觉浑身血液都在倒流 柳如烟平日里在学校 总是一副清纯的模样 虽然有时候会朝我发脾气 但也很可爱 我不相信 她在网上玩得这么滑 我立马截图 给柳如烟想找她问清楚 难道她真的一点都不喜欢我吗 阿如 这是什么情况 我质问道 这些人说的是真的吗 柳如烟直接不装了 你还不明白吗 林志豪 你就是个工具人罢了 打个游戏也能当真 你真以为 我们之间有未来 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她 仿佛不认识她了一样 你说什么 我说 撒泡尿照照镜子吧 林志豪 像你这样的人 根本配不上我 这么没有自知之明 也是够了 我劝你有点舔狗最后的觉悟 体面地离开 别缠着我 听到她的这一通输出 我愣住了 咬牙问 柳如烟 你这样玩弄我的感情 有意思吗 她不懈道 别这么激动 我逼你了吗 还不是你自己上赶着 非要舔我 我们之间结束了 我看着紧接着的 那个红色感叹号 心中最后一丝幻想 也破灭了 原来 她真的从未喜欢过我 我感到胸口 一阵憋门 无处释放 于是我上自己号 打开了巅峰赛 想用游戏麻痹自己 或许是为了发现 我今天的打法 格外激进 打着打着 我状态越来越好 竟然一路九连胜 上到了2400分 眼看差一把 就能进入全国前50了 我准备一鼓作气 开局之后 我在二楼 预选了我的绝活打野 然而此时 四楼却说 兄弟 麻烦 把打野让给我 我执业 带飞 我本来是不乐意的 这种路人局 信队友 真不如信自己 但是转念一想 毕竟人家 是执业哥 肯定多少是有点实力的 于是 我就乖乖地 不为了对抗路 然而 万万没想到 执业哥开局 带着辅助去 对面反野 直接来了个买一送一 我们不到十分钟 就被平推了 拜方MVP 还是我这个 被迫不为的对抗路 果然 与其相信队友能带飞 不如相信 母猪能上树 我好好的连胜 就这么莫名其妙给断了 越想越气 我直接加了 职业哥好友喷他 职业 就这 早点进场吧你 我本来只是想过过嘴瘾 想不到好友申请 立马通过了 抱歉兄弟 这把我坑了 看他态度还不错 我也没在德里不饶人 没事 我正想开下一把 却发现对方 又发来了一条消息 兄弟 我看你操作不错 我们俱乐部最近在招人 你考不考虑来试训一下呢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这是诈骗分子 要把我卖到棉北嘎腰子 但看他那个语气 不像编的 于是我打开他的游戏主页 仔细端向起来 结果发现 他还真的有官方认证 他的主页上赫然写着 MC俱乐部轻讯选手 可我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于是我跟他互相加了联系方式 准备再观察观察 接下来的几天 我在网上查了很多 这个俱乐部的信息 还在国服圈子里 经过多方打听 发现这个俱乐部 最近确实在招人 我心想 反正我现在成绩也不是很好 毕业之后大概率进场 不如去试试 说不定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我用自己所有的钱 买了一张去摩都的单程车票 站在火车站的后车室里 出发之前 我给辅导员发了消息 老师 我有个机会去电竞俱乐部试讯 如果顺利的话 可能需要从下学期 开始休学一段时间 信息发出去没多久 班级群里就开始热闹起来 家人们 你们听说了吗 林志豪要去玩贴膜游戏磨了 班上的一个同学 发了一串狗头 手游也算电竞 也有职业一说 农批真是让人开眼界了 另一个同学跟着起哄 其中 柳如烟的话尤其尖锐 就林志豪那水平 打个破标 都费尽巴拉才混上去 还想当职业选手 梦里啥都有 然后群里一时间 又是一片哄笑 柳如烟的话 让我心里格外难受 想不到我之前天天熬夜 给他打标 却被他这样瞧不起 我正想关掉聊天窗口 不再看这些 让人心烦的消息时 笑话王千千突然发话了 你们懂什么 电竞是很有前景的行业 我爸还想投资呢 王千千是我们学校 出名的白富美 长得很漂亮 身材也是又瘦又有料 而且他爸还是笑懂 他的话立刻让群里一阵静默 很快 几个平时成天 围着王千千转的舔狗 开始附和 千千说得对 我们千千的眼光一向独到 嗯嗯 我刚想说呢 千千这是预判了我的预判呀 林志豪 你小子狗富贵 勿相忘啊 我看着这帮人 为了舔王千千 开始对我虚心假意 心里觉得真没劲 柳如烟却依旧不依不饶 继续在群里 发着阴阳怪气的话 我知道 他一直都很嫉妒王千千 最让他受不了的就是 王千千比他受欢迎的多 每次看到一群男的 成天围着王千千转 他都极度的快要发疯 我看着这些消息 始终没有出声 我不想让这些东西 影响我是训的心态 到了基地 我跟着工作人员 穿过俱乐部的大门 心里有些没底 他们带我参观了设施 然后带我到了训练室 正式开始了视讯 视讯开始 我选了我最擅长的打野位置 但不知道是不是紧张的缘故 手感完全不对 操作间隙中 出现了好几次失误 每次失误 我都能从眼角余光 捕捉到教练的皱眉 视讯结束后 我生无可恋地坐在椅子上 脑海中回放着自己的失误 感觉已经GG了 教练走过来 拍拍我的肩 你的手法和操作确实不错 的确有路人王的实力 不过 到了职业这个级别 操作是最基本的 职业比赛是一个团队游戏 团队意识和运营 才是最重要的 你的打法意识 太过于路人 我听着教练的评价 心里谨剩的一丝希望 渐渐消散 其实教练说的也没有错 确实我平时的打法 就是自己苦苦刷经济 然后带飞 这时教练又继续说 而且 我观察你的沟通 你似乎比较内向 不怎么爱交流 打野这个位置 尤其需要与队友 多抱点交流 听到这里 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机械地点了点头 心里已经开始思考 这条路不行 我还能做什么 这时候回学校的话 我已经可以想象到 同学们尤其是柳如烟 对我贴脸开大了 正当我打算收拾东西 滚蛋的时候 教练又突然开口 你如果愿意转位置的话 我可以给你机会 面对教练突如其来的建议 我的心里起伏不定 转位置 这在电竞中 几乎是重新开始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 教练 我转什么位置 我问 教练看了我一眼 似乎在评估我的反应 然后说 根据我刚才的观察 我觉得 你可以试试对抗路 当然了 效果怎么样 我不敢保证 这个得你自己考虑清楚 听到教练的话 我心里燃起一丝希望 然而 这希望很快就被 深深的焦虑所取代 万一我花了大量时间训练 打不出来效果 归来仍是进场 站在职业电竞的门槛上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在心里默默盘算 如果失败了 我会失去什么 如果不试一下 我又会错过什么 我纠结了一会儿 深呼吸一口气 最终决定搏一搏 这或许是我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抬起头 教练 不管怎样 我试试 教练没有多大情绪变化 好 那就这样定了 从明天开始 你就开始训练对抗路 就这样 我的电竞生涯正式开启了 训练开始之前 教练告诉我 打对抗路 一定要注意对线细节 最重要的就是 把线带好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实则蕴含了无数的策略和细节 为了不辜负教练给的这个机会 也不辜负自己 我将自己完全投入到了训练中 除了对理规定的 每天十小时的训练外 我总是在训练结束后 额外自己加练两小时 这些加练的时间 我主要用来练习 对抗路的英雄操作 研究对手的录像 以及反复模拟 各种线上对抗的情况 有时候 我在训练营里 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日复一日的机械训练 我几乎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 每天脑子里 全是游戏操作和比赛复盘 我每天心里想的都是 每一个微小的操作 都尽可能精确 每一次决策都力求完美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感觉身体开始抗议了 眼睛因长时间盯着屏幕 而干涩发红 肩膀和背部也开始酸痛难耐 我的大拇指还得了见巧言 比这些身体上的痛苦 更让人难以忍受的 是心理上的压力和孤独 尽管如此 我没把这些跟任何人提起过 就算我跟别人说 打游戏累 打游戏压力大 他们会信吗 他们只会觉得 我天天打着电竞的名号 不学无数 而且我离校的这几个月 平时那些玩得还不错的兄弟 没有一次关心过我的情况 而唯一一个关心过我近况的同学 竟然是 我在学校时 没什么焦急的王千千 想到之前 柳如烟经常在我面前编排他 而我为了不惹他生气 没支声 心里不免觉得有些愧疚 说起柳如烟 他这段时间也没闲着 我经常在国父群里 看到他勾三搭四 一会儿野王哥哥 一会儿射王哥哥的 而这些他的哥哥们 背地里骂他是喷水摇 还一边还把他的私密照 分享出来炫耀 一边说 这种被玩烂了的破鞋 他们才不会接盘呢 看到这一切 我心里非常不适滋味 我全心全意舔了这么久的女孩 背地里竟然是这个样子 终究是错付了 接下来的日子 就算再苦再累 我仍然每天坚持训练 因为我心里始终憋着一口气 每次在训练结束后 其他队员已经回到宿舍时 我仍旧坐在电脑前 默默地观看当天的训练录像 反复分析每一个可能改进的地方 这种近乎偏执的执着 让我在对抗路上 越来越游刃有余 即使是教练和队里的老队员 也开始对我的表现表示认可 更重要的是 我在队伍中 逐渐学会了沟通和配合 开始理解教练所说的团队意识 功夫不负有心人 教练终于决定给我机会 我成为了一队的替补 我的心情却有些复杂 虽然已经半只脚 踏进了联赛的大门 站在电竞舞台的边缘 距离光芒紧一步之遥 却似乎难以跨越 首发的对抗路选手赵浩 不仅技术过硬 人长得还帅 因此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特别是无数未知疯狂的女友粉 作为明星选手 她在队伍中的地位 仿佛牢不可破 尽管我每天都在训练中精益求精 但每当我看向首发位置 总觉得 那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 日复一日 从早训练到晚 我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状态 但却始终得不到上场的机会 两个月过去了 就在我几乎要放弃希望的时候 季后赛来临了 季后赛的赛制和常规赛截然不同 更加考验选手的英雄池和抗压能力 季后赛第二场 赵浩连续出现了好几次低级失误 他的状态明显不佳 教练终于坐不住了 他突然把目光投向了我 准备一下 你上 耳边是观众的议论声 这人谁啊 怎么没听说过 能行不 我捏了捏手心 比赛开始后 我努力按照平时训练的节奏去打 但紧张的情绪让我放不开 我的表现虽然不拉胯 但并没有什么亮点 甚至连比赛解说都评论说 这个新人选手表现得重归重矩 没有太多亮点 比赛结束后 尽管我们赢得了比赛 但我知道自己并没有发挥出平时的水平 有些沮丧 本想刷刷手机放松一下 社交平台上 却满是来自赵浩粉丝们的恶评 就这 不就是个混子 还敢站着我们哥哥的位置 这技术也敢上场 回家重地去吧 别站着毛坑不拉屎 因为你 哥哥上不了场 你满意了吗 你这钻石局的水平 就别出来丢人现眼了 这些评论让我的心态受到了影响 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打击 尽管如此 教练 却意外地给了我更大的机会 他顶住压力 下一场胜者组比赛中 仍旧让我首发 教练的信任 让我既感动 又感到压力山大 比赛当天 教练为我选择了官二爷这个英雄 然而 我的一个本能的操作 却引发了灾难 在关键的团战中 我试图绕后来一个突袭 却把正在释放技能的对方战士 推到了我方双C的脸上 可能连对方选手自己都没想到 这波他的被迫位移 直接让他拿下双杀 双C无了 我方兵败如山倒 直接团灭 对方抓住机会 推掉了我方的高地 基本确定了比赛的败局 团灭的那一刻 队友们的表情从震惊转为失望 教练和解说也都惊呆了 比赛结束后 我坐在电竞椅上 无力地看着还亮着的手机屏幕 我的这次失误迅速在网上走红 网友们将这一幕称为名场面 社交媒体上的嘲讽和调侃铺天盖地而来 其中 赵浩的粉丝更是趁机肆无忌惮地辱骂我 这种水平也敢首发 简直就是敌方第六人 我奶奶都打得比你强 就是啊 我用脚打得都比她好 明显不配站着首发位置 快点让真正的大腿回来吧 呵呵 直接跳楼重开吧 同学群里的反应也同样尖酸刻薄 尤其是柳如烟 他似乎特别享受看我出丑 数他叫的最欢 看吧 我早说过他打不了职业 非要丢人现眼 自取其辱 林志豪简直是给我们整个学校丢人啊 其他同学跟风 发了一系列绩效的表情包和言论 回来吧林志豪 让学校给你安排一门电竞课重修 下次可以直接去帮对方队伍贴膜好了 正当所有人以为下一场我会被换下的时候 赵浩被爆出了草粉 脚踏恩纸传圈粉丝前等丑闻 这个消息立刻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 甚至很多赵浩的粉丝都脱粉回彩了 迫于舆论压力 联盟对赵浩给予了竞赛的处罚 这突如其来的转折 让我的处境发生了改变 尽管队内还有些犹豫和不满的声音 但在赵浩无法参赛的情况下 教练决定继续让我首发上场 在半决赛中 比赛异常激烈胶着 最终我们对有惊无险地战胜了对手 挺进了决赛 赢得半决赛后 队伍里的气氛一度高涨 但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压力 我们决赛的对手是联盟中的传奇队伍 他们不仅保持着联赛里的连胜记录 在季后赛中更是未尝败继 最重要的是 上次胜者组比赛 我们队已经输给过他们一次了 尤其是他们的队长 是一名经验极为丰富的老将 擅长指挥和运营 他们的打也有联赛第一打野之称 打法凶狠 每场比赛中都能带动全队节奏 迅速占据优势 赛前的准备会议上 教练一再强调对手的强大 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策略 他们的运营非常强 我们必须小心 他们的前期入侵和中期的强势团战 教练在战术板前指着对方的阵容说 我们感受到队友们的紧张 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 这将是一场极其困难的比赛 决赛当天 场馆内作物虚席 双方队伍在热烈的掌声中入场 我坐在电竞椅上 心率快到我无法呼吸 比赛开始 第一局对手就展现出了他们强大的实力 开局五分钟 他们的打野连续在我们野区反野成功 压制了我们的发育 中期 他们通过一次完美的团战 将我们逼入了绝境 最终我们落败 别慌 我们还有机会队长鼓励大家 第二局 我们调整了战术 打得更加稳健 但对手的配合依旧无懈可击 他们的打野几次依靠个人能力 突破了我们的防线 虽然我们拼尽全力 最终还是被他们以微弱的优势 拿下了第二局 坐在选手席上 我感到巨大的压力 但更燃起了一股不服输的斗志 无论如何 我要拼尽全力 到了第三局 教练果断决定改变战术 放手一搏 我们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打法 开始频繁入侵对手的野区 打乱他们的节奏 经过艰苦的熬战 我们终于扳回了一局 第四局 我们延续了之前的战术 打得更加果断和坚决 每个人都发挥出了极限水平 最终我们成功地将比分扳平 接下来的两局 我们也是一胜一负 前六局 双方打成了三比三平手 最终 我们来到了决胜局巅峰对决 开局 我们队伍一度处于劣势 对方的团队配合默契 连续拿下几个重要的团战胜利 压制着比赛的节奏 打到二十分钟时 双方均三路高地全破 对方猝不及防地发起了团战 我方被迫接团 这个时间节点 这场团战 很可能是决定比赛结果的决胜团 然而此时 我却还在边路推线 耳机里充斥着队友们紧张的呼叫声 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这场决胜团战上 啊好 快回来 我们顶不住了 辅助急切地喊道 然而 我看着屏幕上的小地图 意识到 已经来不及回去参团了 这时 我脑海中闪过 我刚加入清训第一天时 教练对我说过的话 对抗路最重要的 就是带线 我深呼吸一口气 做出了决定 继续推线 你们顶住 我去偷他 做出决定的那一刻我就知道 我这波 要么载入史册 要么直接退圈 我将线带到了高地 此时我方就只剩下一个炮车 敌方水晶近在眼前 我知道 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紧张到 手心全是冷汗 眼看着敌方水晶血量 快要见底 这时 我方的炮车已经无了 而此时正在团战的队友 也已经快顶不住了 屏幕上的击杀提示 不断闪烁 敌方拿下双杀 三杀 我的心跳加速 正面团战 眼看就要输了 此时 对方已经派人回访 我的心 已经快要跳出嗓子眼 此时此刻 我决定肉身扛水晶 正当我的血条 要掀一部水晶的血条消失的时候 我听到观众席 传来的一阵阵嘘声 可是这时 谁都没想到 我出了一个鸣刀私命 正是这一瞬间的绝对免疫 让我比水晶多扛了一会儿 对方水晶瞬间爆炸 场外 观众和解说都惊呆了 我的队友们 也是瞠目结舌 当水晶倒塌的一刻 整个赛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 我们赢了 我们赢了 听着耳边排山倒海的贺彩 我仿佛做梦一样 直到队友争先恐后地来拥抱我 我才被拉回现实 为了庆祝 队友们一起将我抬起 高高地抛向空中 那一瞬间 我感觉到了完全的失重 连同所有的压力和烦恼 也随之消散 我的心情仿佛也随着身体 一起飞向了云端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和热血 赛后 由于我单偷水晶的名场面 我被评为FMVP 当我在领奖台上高举 FMVP奖杯和500万奖金的那一刻 全场掌声雷动 我的目光不经意间 落在了观众席的第一排 王千千坐在那里 她穿着一件精致的淡蓝色长裙 如同夏日清晨的一抹威风 将我的心硬空了三秒 她的长发 轻轻披在肩上 配上那张精致的脸庞 温柔中带着几分娇媚 此刻的她眼含热泪 眼神中的感动和自豪 真真切切 好像比赛的胜利对她来说 也等了很久 颁奖典礼结束后 借着夺冠的那股热血 我在人群中找到了王千千 我没想到的是 王千千竟然先一步朝我小跑过来 眼眶还带着泪光 她毫不掩饰她的感情 林志豪 你做到了 我 我一直在看着你 一直都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其实 我喜欢你很久了 在那一刻 我愣住了 随后所有的声音 似乎都消失了 只剩下我们俩的呼吸声和心跳声 我没有犹豫 立刻回应了她 那一天 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回到休息室 我打开手机 看到无数条未读消息 和未接电话 点开同学群 几乎被刷屏了 林志豪 哥 你是我唯一的哥 哥 我们之前说的那些话 都是开玩笑的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是啊 啊好 哥几个之前 那是锻炼你的抗压能力呢 对对对 那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 给个好友未备大明星 什么时候带兄弟们开一局啊 我也想体验一下 被大神带飞的感觉 更逗的是 还有人私聊我 兄弟 有空一起吃个饭吧 最近正好有个项目 想跟你聊聊 看到一个个平时 对我冷嘲热讽的人 现在换了一副面孔 我不禁感到好笑 当你成功之后 似乎所有人都变成好人了 就连辅导员都发来的消息 志豪 咱们班要给你开庆功宴 大家都为你感到骄傲 我耻笑一声 然而 这些还不是最幽默的 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 把我从黑名单里拉出来了 他问我 还在不 臭宝 臭宝 谁他没的是你的臭宝啊 我没理他 他居然还生气了 变连比变天还快 微信上朝着我一顿输出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因为赢了个破游戏 就摆起臭架子来了 你忘了自己当初是怎么舔我的了吗 你不是喜欢我吗 那好 我可以给你机会 我家要彩礼五十万 而且 你必须全款买房买车 写我的名字 这些都是应该的 一分钱不能少 你可不要妄想讨价还价 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我的母语是母语 可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林志豪了 跟王千千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让我明白 爱是相互的 真正爱你的人 不会一味地向你索取 我依旧没理柳如烟 但是也没急着拉黑他 我倒看看他又想做什么药 果然没过几天 柳如烟就改变了策略 一口一个哥哥的叫我 还给我发各种黑丝白丝的照片 我看着那些 开了十几瘦腿的照片 只觉得好笑 柳如烟其实有些微胖 我以前还觉得他可爱 但现在我只觉得 他是一个脸皮比血条还厚的坦克 见我仍旧无动于衷 柳如烟直接开大 张口就来说怀了我的孩子 我乐了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的时候 想牵一下他的手 他都要骂我不要脸 我想亲亲他 他直接给我一巴掌 现在想让我洗当爹 当接盘侠 这种人只会在你身上 看到价值时才会靠近 一旦你不再有用 又会被他抛弃 我是纯情 但不是傻 接下来的日子 柳如烟隔三差五的 就给我写小作文 还发一些不可描述的照片 给我 我沉浸在充实的训练 和跟王谦谦的热恋中 根本没有工夫搭理他 然而没过多久 圈子里就传开了 生化母体的传闻 很多游戏圈里的人 都排队去体检 这女的甚至怀了孕 还在乱搞 当他确着艾滋的消息 被爆出来之后 整个游戏圈都地震了 人心惶惶 很多跟他睡过的圈内人 都吓尿了 后来我发现 那个生化母体本体 好家伙 竟然是柳如烟 从前我只是觉得 柳如烟脸皮厚 想不到他竟然笔记都浪荡 再次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是大概一年之后 听我老家的发小说 柳如烟后来 生了个孩子 也遗传了艾滋 最搞笑的是 柳如烟都这样了 他和他家人 竟然为了彩礼和房子 想找人接盘 他们安排柳如烟去相亲 然后相了一个 50岁的老光棍 然而没过多久 老光棍就打听到了 柳如烟生过孩子 还患有艾滋 这是把他当傻子耍 一怒之下 老光棍带人到柳如烟家 把他家砸了 可还是不解气 于是他们 直接把柳如烟 打成高位劫贪 听到这里 我只想笑 自作自受不过如此 但我心里也没有太多的波澜 毕竟不管柳如烟怎么样 都与我没有关系 因为现在的我 竞技状态越来越好 已经成为了队里的核心 这个赛季 有望成为双冠王 而且我因为明场面 和明场面的双buff加持 还在网上成为了 炙手可热的网红 商务接到手软 不仅如此 我跟王千千的感情 也越来越甜蜜 他爸甚至还入股了我们俱乐部 我终于体会到了被爱 也学会了爱人 现在的我 只想说 感谢柳如烟瞧不上之恩